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演吗 其实他弹的一首好吉他 来看一下 讲一下 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吉他的历史有多久了 好久了 有几十年了 我听说这是你第一支的吉他 对 你保留到这么好 真的真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啊 哇 十多年了 还可以保留到这样 不止十多年了 不止十多年了 哇 这个应该是有点古董价值 当年我们讲过 当年你在学吉他的时候 是靠书本上来学 是 你就可以弹了 你是弹卡式歌呢 blocking 还是stromming stromming 跟一点blocking 然后 通常是自己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就这样 打打打打打 还是这样 你玩吉他多少年了 哦 不可以说啊 停了多久了 我停了很久了 为什么会停呢 可能忙嘛 太忙了 就好像我其实 我其实也是很热爱吉他 热爱音乐 吉他 手风琴啊 洋琴啊 satchphone啊 keyboard我都喜欢 只是 没有这时间经常去练习啊 经常去在 通常久了就比较生疏 来 观众朋友们 想听我们演奏一下 来 嘀 哎 啊 好 我们今天就让你 保持着幻想的阶段 不表演给你们看 要看啊 哎 当天那个慈善晚会 你会自弹自唱 还是只是唱呢 只是唱 唱跟跳啊 哦 ok ok 改次哦 你今天拿在那边 自弹自唱 我可以拿这个帮你伴奏 哈哈哈哈哈哈 几时那个晚会 十月 十八号 十月 十八号 如果你有时间 你想为慈善出一份力 就一定要去买票哦 来 我们今天 把这个音乐 乐器放下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访谈阶段 好不好 好的 来 拭目以待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放下的乐器 可以好好做下讨论话题了 我知道你除了是 惠州会馆的主席 也是肖市 不是主席 惠州会馆只是财政 哦 财政 财政很重要的 要把他的经济搞好 这个惠州会馆是财政 肖市会馆呢 副会长 哇 看 副会长耶 讨论一下 中秋啊 我们就 好像每个月呢 都有一次的聚餐啊 都是 满温馨的 其实就是让所有信销的聚在一起 对 一个聚力 一个公通啊 一个活动的方式 对啊 好像新年啊 我们又有这个新春的晚宴呢 新年还有新春晚宴很不错哦 真的是 来 再讨论一下你自己个人本身吧 观众朋友 对这方面 我想说一下这个肖市的 好 来 那肖市呢 因为我也是觉得新加坡好像信销的也是 不多 不多 我就想希望如果 听众是信销的 而且不是我们的会员 就参加我们 很可惜我不信销 不然我第一个报名 对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信销就去哪里报名 来 看一下哪里的报名 我们的会说是在 牙龙25项 牙龙25A项 19号 牙龙25A项 19号 对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去询问 所以信销的朋友们 来 参加这销市会馆来 让所有信销的500年前一家人 就是聚在一起享受这个500年前一家人的感觉 这个信销在新加坡其实是1946年成立的 还没有出生耶 1946年就成立到现在 对 很久耶 对 已经到接近80 70 所以2016年 就是两年后 我们就举办这个世界恒庆会在新加坡 是由我们新加坡的销市来主办的 所以我就是希望更多的新加坡的信销的朋友 可以参与我们 到神秘兽KTV可以做采访 也可以帮您做播动 是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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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个时间如果他们要报名需要怎样做法呢 很简单 我们就有一个表格嘛 他们就填下来 就可以了 就是申请了 对 不要错过啊 好 来 我们讲回其他的问题 好 分享一下 会关注你的个人一些生活的一些经历 如何能做得这么好 这么成功 你的philosophy 你的理念是怎样的 其实 你这一路走来有经历过一些比较不开心的吗 不介意告诉我吗 当然是有啦 不过我看重点呢 都是 我们应该要乐观一点 那么就是能够看得开 放得下 其实他把重点讲出来了 做人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看不开 当障碍困难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你就放弃自己 觉得哎呀 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埋怨又来了 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为什么他好我不好 就开始这么多的抱怨 而不积极去面对 其实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问题 都是让你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他把你 把那个问题带给你的时候 是让你成长 让你学习 如果你有这样正确的一个观念 你就可以成功的走出来 哪一个名人哪一个成功人是没有经过困难 没有跌倒过 对啊 所以做慈善的时候呢 看到那些 我们能够付出的力量 付出给所有的大众 让这个世界 更加的温暖 成功在意你的家庭 孩子方面 你能把你孩子训练到很有礼貌 很有规矩 也很有知识 我听过一个那时候你谈到 你孩子发现想学给他 对 通常啊 父母家长们都会不可以 No 他们觉得音乐都是一些 不属于正统的教材 教育方面吧 他们会排斥 对我来讲 我觉得音乐 学音乐的人 人不会坏 是的 其实 音乐啊 舞蹈啊 艺术那方面 是蛮健康的 对 会把人带向一个健康和一个比较属于善良的道路上 因为你在音乐啊 在熏陶下 你的人会觉得轻松 我觉得你听音乐的时候 我本身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 可以说是没有音乐不能生活的人 时时刻刻都喜欢有音乐陪伴着 所以我觉得音乐其实对人起了很大的功效 是的 当你孩子跟你讲说 我想觉得其他的时候你会怎样 我说很好啊 他会不会吓一跳 你没有反对我 是 其实他就跟我说 妈咪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不要生气哦 我说什么事情啊 他说 我想 学吉他 弹吉他 我说 很好啊 然后我说你会弹吗 他说不会 我说OK 来 那我就拿起我的吉他 就 跟他 亲自叫他弹吉他 观众朋友们 你想知道 萧登林如何叫他孩子弹吉他吗 就看下一集的 《女人高歌》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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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高歌》在上